哈喽,大家好,我是肖肖 今天给大家讲解圣机残局 鸿方仅有单兵炮,还有一个四 黑方有个竹 但是鸿方有个四,可以作为炮架 那这个旗就还是能够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式 鸿方第一个旗,如果说平炮到四路线 准备上市再上市 就是绝杀的期划 那黑方其实竹肯定不会动 就随意的这个旗 等你上市之后 那黑方直接弃竹 砍仕照样,那你这个帅做了以后 你的炮已经是没有炮架 那你这个旗 就是何旗 虽然说鸿方有个 圣可以做炮架 但是想要圣的话 那你这个旗 必须也要干掉它这个族 不然它的旗可以作为一个旗 旗党里,市里的道路 鸿方对不起应该是炮二平八 那黑方的旗肯定不会离开中线 就只能说是用向就行 鸿方直接就进底炮 好,其实黑方如果再落向的话 我这里平泡过来 就来赶住你的族 那你现在呢,不管 你动哪个向,那你另外一个向 就会被打掉 动中向的话,你的族被打掉 动边向,那你的中向 就会被打掉 所以,同方这里浸泡的时候 那你这个旗是不能落向 不能落向的话 如果你飞中向 那同样我这里平泡过来 你再落向,打掉你的向 如果你不动向 那你这个族必须得走 赶住你的中逐 那你这个旗就没什么旗 最好的走法应该是上一个向 现在红方仍然是平泡过来 平泡过来的话 你两个向都不能动 动向,打足 动向 就动七路线的向 就打着你的向 所以黑方此时呢 也只能说是动足 他只能说是 足五平六 黑方好像 这里动足以后 红方就可以上帅了好像 但是你一上帅了 黑方就直接 禁止在家 那你这个帅一走你的四 就会被吃掉 没有这个四,你红方想要是 也不行,就是那一盘合情 是 是有红方平足的 黑方平足的时候 红方应该是上四 那黑方如果说他这里想 再进足的话 那我这里就顺势上一个四 你的足就会被打掉 那你这个企图也快速失败 所以 进足其实是不行 只能说是平足 黑方平足过后 那红方正确的走法 可以直接落一个四 现在 黑方这里向呢 肯定是不能动他 如果黑方这里只能 只能动足 他如果再平足过来 那你向一走 但是你向一走一下 好,那我就平足涮 其实足同样不能动 你在平足了 炮肝打的 只能说是再落下 你落下吧 那我就平泡过来 那你这个足 不是平泡 这应该是先上涮 升涮之后 然后再平泡过来 那你这个足就会被打掉 你的足同样不能动 因为你进足的话 那你这个起 那你是不行 我这个孙子就上了 所以这里 黑方的足是会被打掉 那我们回到 这个位置 黑方在 这里不能再平足到六路线 应该是平足到四路线 同样 黑方一平足 那我这里就是上帅 一身帅 黑方现在足肯定也不敢动 因为你不管你往哪边 跟走都会被吃掉 只能说是用上手选起 但是 红方呢 好像也拿你没办法 但是他可以平泡过来 等你落下雨之后 他一平平就做了我们的炮架 那你这个足同样也是会打不了 你的足只能走 你的足一走开 那我就升涮 现在你的足再进足 也不行 也没有硬 再平足过来 白吃掉你的足 后面的话 这个不管 他的足该怎么走 如果他这里直接是上降的话 后面用红方有四 同样是可以做炮架 如果他在屏障 我就可以先打掉他的足 他的足呢 也是被红方吃得实实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 这个旗已经是红方可以胜 因为红方的四可以做炮架 而黑方的足也会有被打掉的一个危险 好 今天这盘残局就展现在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期视频的观看 大家好 我是霞霞 今天带给大家这盘残局 此局 红方这里 仅有炮两臂 黑方的牛 狙马 这个旗好像 黑方的狙马呢 被红方的炮切字 好像只需要一平平过来 再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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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步两步三步 就可以叫刷 但是黑方这里有像 等于再平过来 那黑方的像呢 就可以给你像掉 这样一走呢 不行 而且你的炮还被对方的狙 丢在嘴里 他直接狙砍炮 这个旗就没旗 还会败 那红方这个旗 再一看吧 好像是个败旗 但只是一看呢 好像还能求和 但是我们这个旗能不能剩呢 我们来看一下红方的手段 如果红方这里上市 来宝炮的话 那黑方直接进军 卡炮变点换了 也只能试掉 试掉以后 那黑方的马呢 顺势就跳了出来 再一走 那红方双方 这个旗 必然成个和旗 像抽和 那这个旗这样走 就没错 加上次宝炮是和 那我进帅呢 进帅的话 黑方的旗呢 就可以在这一条线上 逐个险旗 你这样再一走吧 这个旗 也是不行 也没旗 只能说成和 那不想成和旗 想要试 那我们来看一下 红方第一步的正手 应该是退炮到帅的更前 这样的话 黑方的鞠马同样被牵制 不能走 像呢 也不能离开 必须得守住这个底线 所以黑方鞠呢 只能在这条线上走前起 等你一走前 那我就上市 黑方同样的道理 也只能再走前 那我就再上市 黑方也只能再走前 红方这里就不再上市 而且上市为什么上到这边 上这边的目的 也是为了给后面做一个铺垫 那红方这里就平衡 现在黑方呢 也只能说 战用军就行起 黑方就闲 红方这里就来一个大胆的走法 就是气泡 那黑方看见红方气泡 肯定果断的 给它吃掉 另外为什么变得给它吃掉呢 因为如果你的炮不吃 黑方的鞠 只能在六线上面走前起 反而被牵住 马呢也被牵住 把炮一吃 黑方的鞠马都可以 活动都比较灵活 不吃的话 这鞠马都不灵活 现在等于白是一个炮 那红方这里就大胆 一招再来一步 气瓶 而且我们这个气兵的话 黑方像 还不能给它像掉 如果黑方 是给它像掉的话 我们就进兵 白脸将杀 这个镜珠公 绝杀无解 所以在我们气兵的时候 黑方真的是不能像掉 在气兵的时候呢 黑方 马呢 这个等马也 没骑 而且红方这里一步两步就要杀 在此时我们就会发现一点 红方这个上市的目的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是没有撑上来 而是在原位的话 那黑方的鞠直接就平过来 你现在一过来它就进鞠 给你砍掉 所以这个我们上市的话 黑方再平鞠过来 我们再平兵 这个也是慢了一步棋 所以我们再平兵 像不能飞的石头 它也只能说是平鞠过来做 但是你一做我还是过来 也只能说是 先鞠 现在黑方 气区 红霜呢 可以兵给它拱了 像同样不敢飞 一飞 进兵叫杀 也可以 不给它拱了 直接果断一点 进兵也是叫杀 所以这个棋 还是比较的容易 变化呢 也不是很多 主要是看 这个 气胖的一点 是很关键 好 这盘棋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 各位棋物的观看